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法律问题 就是这个车啊 开车啊 把人撞死了 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开车把人撞死了 大家都知道 一算呢 交通造势 然后呢 但是你算成交通造势的时候啊 经常处罚是很轻的 你只要交通造势呢 你没有逃逸 哪怕你是酒驾 当然现在有的酒驾 人家说了是比较恶劣的 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什么的 但一般来说 哪怕你是酒驾 也就是三年 然后呢 你要取得受害人谅解 还可以呢 判缓刑 但是你中间造势呢 你像这种重大的过失 你要在其他的领域啊 过失致人死亡 可比这众多了 就是你这个交通造势本身呢 这个刑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轻 然后呢 我们今天其实要说的是什么 最近的热点啊 就是涉及这个车的造成死亡的一些恶性案件越来越多 你这个恶性案件呢 你们其实可以看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什么 这个摄像头多了 以前要是没有那么多摄像头啊 你好多事没有证据 对吧 现在有了摄像头 大家看到了好多证据下的事 包括刚刚吵得很热的那个丈夫和妻子的口角 然后矛盾激烈 然后丈夫把妻子撞倒 然后反复碾压 而且还下车 还看了 还摆了姿势 然后碾压 确保压死啊 这个呢 应该说是明显的故意杀人 而且呢 属于叫做手段卑鄙恶劣 手段残人 应当是在故意杀人里头呢 也是从众处罚 按我们的一贯的要求 像这种人呢 也不算那么激情犯罪了 那是要死刑的 而且应当立即执行 而且不光报道了这个 还有报道那女的撞男的呢 也是多次碾压啊 被罩下来了 罩下来了 影响很大 当然这影响很大的时候 其实我也知道一些案件 你包括 我们那个朋友就跟我们讲 在西藏呢 反正两个合伙人为了结工程款 但是呢 一个合伙人突然就翻下悬崖死了 但是翻下悬崖的时候 这个车啊 已经是扁的 可能在上面就被砸扁了的 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这后呢 人家也不给你立案 就按照交通造势了 这是一个 对吧 另外一个 其实咱们看呢 最近还有很热的 那不是那妈妈坠楼了吗 但前边的话 好像人家对这个车啊 二次碾压呀 好像也提了一点说法 对那个孩子怎么被碾压的什么事 但是呢 好像也没有公安啊 按照这个其他的 那基本上就是交通造势 交通造势啊 就全都替代了 知道吧 就是你这个证据 你看这时候有的 你看这二次碾压 非常明确啊 它那个真是画面都拍下来了 算有证据 但是好些时候 你只要是车撞的 又没有那么监控的摄像头 对吧 你要包括武汉小学的那个监控摄像头 有没有咱不知道 反正起码你没看见 正常小学操场是应该有监控的啊 不应该没有监控 是不是二次碾压这好些事咱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儿不人家就变成网爆了吗 对吧 把这几个事都看一看 而且类似的还很多 而且类似的它为什么交通造势的话 会撞死 关系什么 因为知道这个交通造势啊 你重伤致残和撞死 第一 刑事责任差不多的 第二要说的是什么 重伤致残 那只要人家活着 人家口在 那可能说出好多对你不利的地方 知道吧 你那那个否则呢 咱们就说这个就没有了 对吧 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这个致残以后赔偿非常多 你得管人一辈子 尤其你看你要赚了个小学生 那小学生要活多久啊 对吧 你这一辈子可是不好管 尤其是的话呢 你交成一个截摊 在床上管这一辈子 那不是几百万的事 知道吗 不光是这个钱 还有这精力啊 干个什么的 你要一下子撞死了呢 几十万就解决了 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为什么讲 就是说 它实际上它有很多逆选择 在这个触法上 也就是说啊 撞伤 不如呢 撞死 所以它为什么它会有好多二次碾呀 好多这些事情的发生 而且这事发生了以后啊 实际上下边呢 就轮到这个造通造势 为什么说这个设车造势呢 都变成交通造势 因为首先你设车啊 各种设车的交通事故呢 参与人呢 都相对来说 它不像说那个什么 偷盗抢劫什么的 都是惯犯 你像那个设车的这些参与人啊 他平时在社会上呢 表现还可以 有良好的社会身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了良好的社会身份呢 下边就来了中国特色了 因为什么 中国呢 全部要实证 不要新证 所以你实证是很难有证据的 知道吧 你就算他二次碾压了 他说我什么操作失误 或者干什么 或者说像什么 或者说他二次碾压 前面被别的车先碾了一下 或者干什么的 他好些事啊 这个实证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啊 你像现在吵得比较热的 就是恰好有摄像头 摄像头又拍下来了 拿出来了 那有一定的实证 其他好多事呢 实证不容易 他就说他没有新证 没有陪审团的新证 所以他都是实证 实证不容易 第二个呢 是中国的特色 我一直在去讲 所有的国家 都没有在警察阶段 就搞一罪从屋的 警察阶段都是 警察是发现疑点 要一查到底的 那个一罪从屋 是法院阶段搞的 唯有中国 警察阶段搞一罪从屋 而且还拍成电视剧 那电视里那警察 还超一百遍 一罪从屋 那是有故事 有特色的 知道吧 但是当年为了让 某个中毒案的 那个主犯 警察不要审他了 一罪从屋 改了这法律的 那都是有特色的 所以你要明白 只有中国是警察 一罪从屋 西方也没有 古代也没有 其他国家都没有 只有中国 所以这个特色 就一出来了以后 你想一旦到 一罪从屋这事上 或者一罪从轻吧 就是说你说 它是有可能的 就是两次碾压 故意什么故意 你只要拿不着 绝对的实证 一罪 从屋了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就是从屋 从到哪呢 就等于他的 故意杀人呢 干什么的都从了屋了 都变成就是一个 交通造势 就是说的话呢 你交通造势是确定的 那就是按交通造势来办 所以的这个 一罪从屋呢 就是说 它整个的立法呢 对这个受害人利益 是特别不友好 受害人利益呢 你要想解决的话呢 在这个法律的天平上 那就是你没有位置嘛 那天平就是你压不平的 所以受害人的话 他不能找法庭 他要找上访 他只要他进了法庭 他就输了 因为你进了法庭嘛 肯定是叫做 证据不足 一罪从无 他进了司法系统 找警察去报案 他就输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他这个情况 他现在的情况 只有说这个 青天大老爷来了 行政手段 青天大老爷说 我这个事儿 要追查到底 那才是什么 追查到底 你要是警察呢 都是一罪从无的 只有追查到底的 只有像什么 信访啊 中纪委啊 什么这些地方 是追查到底的 有一点呢 一定要查清楚的 不是说有几点呢 可以从无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状态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现在 在中国啊 你一旦到了设车 这人死亡 那全都呢 变成交通造势 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 为什么这样 射车 严重的造势 所以他这也就激发了 很多人 是什么 包括这个镜头 拍下来的 他是明目张胆的 他把那样拿车摆 然后反复压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射车的 这个东西 都变成交通造势了 你就会知道 这里头 交通造势 这人死亡 里头有多少 是故意的 对吧 所以你看好多 你看中国的 在美国的科学家 这国外他也类似的 这事 他开这个口子 那个科学家一说 都是车祸死亡 本来要回国 回国前 就车祸死亡了 对吧 他这个设车的 里头的 他本身这个定的 就是这个 开口子有问题 结果到了中国的话呢 你到警察 还再来一个 一罪从无 对吧 你尤其这一罪从无 的情况下呢 他就变成交警处理 他不交给刑警处理 那就是两个完全的 不同的概念 你对这个 里头交通事故的检测 你是交通事故的检测 还是刑事鉴定 这都是差别很大呀 你包括你 撞死的人呢 他不做检测的时候 还是 他就是 是不是二次碾压 他也不用做检测 他就一从无就完了 他也不是按照 刑事的法医鉴定 对吧 他都走不到 那个程序上去 所以你知道 这个空子啊 还是非常大 人是从这个制度里头呢 这个人家就给你留了 口子 知道吧 这个警察的一罪从无啊 是非常有问题的 谢谢观看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 谢谢观看